一届暗影 Smith家中最近也不太平 似乎也遇到了灵力极强的灵体 书架上摆放的书被大理推掉 他不敢久留 看似平静的房间里 涌动着不祥的气息 是不是所有鬼魂都喜欢敲门的恶作剧 声音来源于地下室 可是Smith一个人独居 不出意外 他也找不到任何作祟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 他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 那就是远离噪音之处 事情不会轻易结束 他的能力在不断加强 已经能搬动更重的东西了 毛绒的小熊轻微移动 可爱的外表下 不知道包裹了什么可怕的内核 是时候弄清这一切了 为了捕捉他的身影 Smith设置了全方位的监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帮助作音一个是时候弱大 大使时弱大使用 是时候弱大使用 是时候弱大使用 甚至弱大使用 任何十分突免 在一阵杂音过后 一道极其明显的人形轮廓浮现 暗影在屋内躲步 向右于此地的困收 这是来自于另一个维度的折射 还是现实中不可观测的东西 现实了呢 J最近买了一个发条娃娃 她的造型精致典雅 非常复古 就像来自中世纪一样 在她的精美背后 我总觉得透露着一丝诡异 凭借阅览众多闹鬼娃娃的经验 我打赌它绝对不简单 I think I think I can see it on here Hold on Now it's stopped Oh wait there it is 果然不是普通的娃娃 她明明静静躺在盒子中 没人触碰 更没人为她上上发条 但却发出明显的音乐声 并且肉眼可见的歪了歪头 婴儿的啼哭和她是否有关呢 还是说她想哄好焦躁的婴儿 J发现只有在剧烈摇晃娃时 她才会发出微弱的声音 那她之前的声音是如何发出的呢 相较于网友们的好奇 宅男J表示 她不想在娃娃的身上花费太多时间了 她将那天的音乐声设为巧合 比如或许是发条装置故障了 在面对大家的追问时 她居然无事质疑 让大家一起欣赏玩玩跳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娃娃怎么看都有点邪门 难道是心理作用吗 这本该悦耳的音乐 为什么越听越阴森呢 太阳涌到 据观测 在太阳表面 出现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活动 一条黑线仿佛贯穿了太阳 又似乎是太阳深处的主须 连科学家都无法解释这一现象 有人推测 可能是UFO正在吸取太阳的能量 我不认同这种观点 因为此活动持续了八个小时之久 什么飞船加油这么慢 倘若是能够接近太阳的外星飞船 能够耐住如此的高温 便是拥有高超的科技水平 那么肯定效率极高才对 或许太阳之内隐藏着另外一个世界 这条黑影正是某种拥到 供灵魂或者其他生命进行穿梭 隐形士兵 据说接下来这段视频来自于日本的某秘密军队 一个士兵穿着极其怪异的服装持枪而立 看起来就像是无数的镜头贴在身上 密集恐惧症患者看了直呼好家伙 接下来这个士兵居然化身透明人 缓缓步入到了森林深处 他身上那些像光滑的磁石一样的设备 似乎具有扭转光线的作用 使士兵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看这个视频的褒疆程度 已经不知道被网友盘了多少年了 有人说该视频是头拍的 所以画质如此模糊 可看着炫耀般的运镜 绝不像是隐蔽起来拍摄的 究竟是铁血战士绕进现实 还是运用后期特效在这故弄玄虚呢 狗 狗作为一种毛绒的动物 与人类婴儿的脸相像 这使得人类从基因中 就有一种对小狗的喜爱 但如果这种相似极度接近 触发了恐怖股效应 你还会觉得他们可爱吗 天津有狗不离包子 天津有狗不离包子 除了争吟怪异的面部 还有骨骼变形 视频中的这只小白狗 就像是砸入了蜘蛛侠的基因 变成了小狗帕克 这样诡异的狗也会发出汪汪的叫声吗 是什么改变了他们呢 狗中锁鼓术 阅狱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可接下来至适肿 狗中其吻 打破了所有人对院狱的认知 一天晚上 狗警在巡查时发现 444号监狱房间不知何时变得空无一人 其中关押的犯人竟然凭空消失 他们立即查看监控 后面中的一幕让所有人都傻眼了 只见犯人浑身赤裸 水瓶插在铁门上 他车烈的挣扎出来 随即逃出升天 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方箭门上传递食物用的通道格外狭窄 别说是通过身体了 就连胖一点的胳膊都伸不过来 而那个犯人就像没有骨头一样 就能把整个身子都塞了进去 难道他在进监狱之前吃了橡胶果实吗 所以才能任意的拉伸自己的身体 或许还有一种说法可以解释得通 那就是他掌握了一种东方的古老秘书 缩骨公 无论如何 看他如此顺利的逃脱监狱 别说安迪了 连迈克尔看了都知乎内行 赵魂送 萨尔西的父亲是一位德国望重的唱诵人 经常帮助村民 处理一些剧魔之类的事情 这间屋子的主人找到了父亲 希望他能帮助找出闹鬼的原因 萨尔西兴高采烈的请求父亲带上自己一起 不过很快他就要后悔了 百分之后 supports嗎 這是甚麼? 這是甚麼? 何? 什麽? 什麽? 在走出房间的瞬间 对面的楼梯上闪过了一道鬼影 一张惨白的面庞转瞬即逝 吓得萨尔西胡去一针 他上前傻看 但楼到处什么都没有 为了清除这间房子里不干净的东西 萨尔西的父亲开始唱诵经文 中文字幕志愿者会唱诵经文字幕志愿者会唱词 听着歌曲的旋律 一天晚上他收到一个女孩的求助 女孩说自己和姐姐只是路过这儿 姐姐却突然像风泪一样冲了进来 然后消失在了一片黑暗之中 波尔目瞪口呆 自己就守在门口 可没看见什么姐姐啊 不过善良的他还是决定帮女孩一把 不过善良的地方 不过善良的地方 二人纹省转身 果然有一个女人的身影在身边 不过在听到了对自己的召唤之后 她脚步一震 非但没有应答 还把自己关进了屋子 波尔冲进房间 可这里连根毛都没有 二人惊慌失措 就此这时姐姐又出现了 他呆呆地站在门口 像被抽走了灵魂 还没等二人靠近 他瘫倒在了一块纸板上 被一股力量拖进了屋子 波尔追过来 姐姐又消失了 看来他被这里的主人看上了 临终仓库 约翰发现 闲置已久的临终仓库 总是有些奇怪的声音 他打着手电筒 捏手捏脚的过去查看 铁门上的锁居然不翼而飞了 而另一侧的门好像敞开着 刚走进房间 约翰就被吓呆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前方的木柜门竟然自己打开 是因为飞机太久了 螺丝松动了吧 还是说超时的天气 导致木头膨胀 最终使门弹开了呢 但是这些原因导致的开门 应该是缓慢而细微的 仔细看 刚刚开门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就像什么东西跑过时撞到了柜门 在这隐秘的山林之中 是否有什么东西 把这间仓库当成了庇护所呢 夜班守则 你有没有听过 尽量不要在淡季居住大型酒店 因为这样空旺且有密集房间的地方 一旦缺少人的氧气 就可能会侵入一些别的东西 在酒店职业班时 如果你的身边没有伙伴的陪同 在独自一人时 无论听到什么 不到万不得已 都不要过去查看 不然你很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OK so I'm sitting here behind the desk and it's been quiet up till now but I just heard something so of course since I'm responsible here for tonight I have to go and figure out what exactly it was I just I just literally heard something like and I immediately turned on the the hell OK so that wasn't there before but OK OK Let's Let's not You know what You can have the place 夜深人静 总会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出没 而他们似乎更喜欢针对落单的人 所以一个人的时候 务必需要谨慎 这个服务员显然违背了夜班守则 那么被吓到就不能怪别人了 不过他最优秀的一点 就是明白先溜为静的重要性 一旦情况不妙 36G走为上级 桂林来访 自从楼下的连举趋势 这间公寓便怪事频发 明明街边的路灯都是黄白色的 门上却折射出悠悠缕光 屋内空无一人 却有一股力量从内而外推上了房门 事情好像更糟糕了 小姐姐决定用自己的力量反击 她独创了脏衣服魔法针 客厅乱到就算鬼来了都没出下脚 但身后的洗手间 还是传来了令人不寒而栗的声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水流声传来像极了午夜声 是水龙头忘关了吗 不对 自己一向勤俭持家 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 在一番纠结之后 她决定看看是否有什么东西在里面 只见原本玩好的马桶水箱 错开了一条缝隙 小姐姐完全不记得自己动过它 闹鬼就算了 把马桶也弄坏 就太不见武德了吧 我看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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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